对于传统类型的模拟压缩器而言 光学压缩一直是现代音乐制作无法忽视的类型 即便过了时代的变迁 它仍以顺滑且具有音乐性的顺态变化 征服了万千的音乐创作者 尤其是说唱圈子 对EB压缩器也是称赞有加 作为此类型的代表 EB类型的压缩也一直是模拟压缩里边追捧的宠儿 跟着老肖玩 音频设备能省钱 今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见证这款压缩界活着的传奇 今天介绍的产品来自于沃尔摩奥德加的又一款利租 WAEB 如你所见 这款产品致敬的原型是从1991年生产并且流行的CLEB CLEB是1987年的CLEA的升级版本 内部结构由当时的手工接线改为PCB连接了 CLEA是根据了UA的前审当年的U2EI当时已经停产了的LA2A为原型 多了一整套压缩器控制的组件变化而来 在继承了2A的平滑且自然的压缩基础之上提供了更为精准的顺态控制 咱先来过一下功能 正面它提供了旁通的开管用于压缩前后的对比 这部分采用的继电器作为切换的组件 上面提供了补偿增益 可以提供从关闭到加30dB的补偿增益 右边是瑞兽压缩比的选拟调节 调节区间可以从2比1的轻度压缩到10比1接近于限制器的强压缩 这个是压缩预值的组件 右侧的话是表头的切换开管 左边的话调整的是输入电瓶显示 右边显示的是输出电瓶显示 中间的话是gain reduction 调整到中间的话就是它整个加压表的模式 下方呢为启动速度调整 右边的话为释放速度的调整 中间的话这个是它压缩的这个模式 最左边的话是它自动的模式 中间是手动和自动的混合模式 自动的模式的情况下的话 默认的话是1毫秒启动和50毫秒的释放 中间的话为混合模式 你可以看作是固定模式和手动信号的混合 manual的话是手动模式 按照启动和释放的设置的参数 手动调整启示的速度的调整 右边为侧链的开管 1和2呢分别为侧链进来的信号来源 右侧的这个旋钮呢 作为电瓶表指针校正旋钮 电瓶表的下方呢提供了开关和整个的指示等 后边的部分提供了电源接口 电源切换可以切换是115V和230V 以满足于不同地区的供电系统 中间提供了两个侧链的信号输入 中间是压缩信号的输出 最右侧的是信号的输入 两者均提供了6.35和卡农的接口 这款压缩的话 学习和使用的成本真的很低 大多数的时候 实际上你只需要去调整到这个FIX 让它以自动模式底下去进行就可以了 无需你去精确的调整它的这个体式的这个速度的快慢 甚至呢大多数的时候启动和释放的控制部分放给自动 就可以获得到一个不错的质感 且使用起来的话也是极为方便的 再和录音系统结合方面的话也是非常的灵活 你即可选择从麦夫人经过画方放大之后再进入这款压缩 灌压缩的信号再进入到生卡 你也可以选择这款作为一个独立的音频模拟效果器来使用 让信号输出来过这款压缩 相信大家除了它的声音之外 大家更关心它的用料和做工东西好不好呢 那一拆一遍知道 模拟的部分呢采用了离散式的设计 整个效果器是由主要电源和电路部分 还有前方控制部分构成的 电源呢是低噪音的线性电源 它向主电路呢提供了15伏的电压 270伏的内部音频电路工作电压 让每个元器件工作在合理的工作电压之下 保证了完整的音频性能释放 音频输入和输出的音频牛 是由著名的行业大厂伦达和沃尔茂专 强强联手共同打造了这两颗 LL7908和LL1970音频牛 伦达定制的壁亚器也是和传统的小品牌的壁亚器 也是有所不同的 所有这些关键的通红组件呢 均为手工界限也确实是用心 内部呢具有高精度的光学衰减器 在音乐创作的路上可以实现平滑的信号压缩 双电子管的电路设计 这也是这款产品的又一大亮点 在光学压缩的工作特性之上 又加了一个电子管的质感 而且呢应用场景丰富灵活 电子管的部分一个是由天梭 提供的金角的12AX7S的电子管 一半充当另一半的前置放大器 形成分向器 另外的一个呢同样来自于JJ的12AO7金角的电子管 做工呢非常令人称赞 豪华的用料加上合理的设计 所以呢才使得这款产品的噪声水平控制呢 也同样较为出色 在30dbo增益时 噪声电瓶呢小于-75dbo 这款压缩器除了你直接一条道连到声卡上面之外 还可以当做一个独立的压缩效务器来去进行使用 现在的连接方式的话 就是这样的方式 把我把我的LINE-IN3作为这款压缩器 压缩完信号回来的通道 这边输出的部分的话 playback7作为它输出的信号通道 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piline的方式的话 去进行拽入这个信号 然后现在的话是有一段古组的一个小段落来给你停下 没有经过任何的过多的会议值调整的响读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base的部分的话 是整个这个段落里边来讲比较出彩的地方 所以我在这个base的部分的话 挂了一个效务器 同样我们现在激活 然后这样的话 我把我这个硬件效务器就已经激活进来了 简单的去进行调整一下 来去听一下前后的变化 现在的话我们开启这个效务器 然后我们来去弄一下 好吗 好吗 是 我把这个东西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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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较来讲的话没有之前那么大的冲击力了 和整个段落的融合度也有着一定的提升 使用起来的话也是比较简单方便的 这就是这个WRM的这个作为硬件压缩器的使用方法 最后总结一下 这款压缩的特点呢 就是低频部分表现比较紧致 使用上呢也是比较方便灵活 学习起来呢也是非常简单的 整体体验呢 斜波丰富 应用场景灵活 顺滑呢 且具有音乐性的顺态 作为近代传奇经典类型的压缩器呢 使用起来是非常可以的 你可以使用在人声啊 还有贝斯啊 还有其他部分使用 如果你对压缩的追求是顺滑自然 且有在作品里边的需求是具有音乐性的压缩 那么使用这款压缩器均为不错的选择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